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31年918事变爆发 泰国的华侨纷纷响应支援抗日 刚满14岁还是一个中学生的陈英波 也放弃了在泰国的安逸生活 回到家乡潮州交出 1939年潮汕地区沦陷 21岁的陈英波考取了黄埔军校 他和其他100多名学员被编成了一队 辗转进入了广西 又一路来到了贵州独山 再到重庆修正 就这样 长途行军七个省走了上万里路 陈英波终于是入伍黄埔军校 成为军校第17期学员 经过了三年的训练 陈英波毕业被调往云南昆明缅甸远征军 机械化第五军49师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44年 为了打通滇缅国际圆滑公路 在配合盟军对日作战的宝山战役当中 陈英波和战友们被日军包围 一让人多 这个日军军官命令要抓活的 这个时候 陈英波咬掉了手雷的保险 周围的几个日军见着 吓得立马就趴在了地上 就趁着这个空当 他把手雷迅速地扔到了更远一点 日军人数多的地方 转身就跑 用冲锋枪扫射出了一条血路 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陈英波升任为副连长 由于在战场上负伤无数 老人的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13年 老人已经完全失聪 行动起来也非常不便 但是当记者问到 他是否还能够进军礼的时候 陈英波当即在床边 挺直了腰板 硬是瞪大了早已浑浊失明的双眼 抬起右手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周围的人非常震撼 并深受感动 虽然老人已经过世了 但他的事迹和那份全权的爱国之心 将永远流传下去 把视线转向中国香港 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是香港导游 郭宝仪 她正在带领游客 体验回顾香港历史的湾仔 闹鬼游 您可能会觉得奇怪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 来看 这个有着80年历史的球场 灯光明亮 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打球 然而70多年前 由于香港沦陷 当时日军在香港屠杀平民 尸体被随意的摆放在 球场外面的马路上 坊间就有了闹鬼的传闻 其实在湾仔 像这样背负惨痛历史的地方 还有很多 靠近金钟方向的新街 有一个防空洞 日军轰炸香港的时候 很多居民来不及跑入防空洞 就被炸死在了洞口 然后附近居民就兴建了一座神龛 挡在防空洞的前面 并常在洞口摆放食物 祭祀逝去的同胞 再来看这里 这儿是位于船街的南固台 与圣路其书院 在日军占领时期 这一带的旧楼 曾沦为慰安场所 不少遭日军强征的慰安妇 在这里遭到了日军的领辱和杀害 他们都经历过湾仔的发展 战争的时候 他们经历过日本仔的打仗 对我们中国人的残害 我相信是有一些这么惨密的地方 有一些这么伤心的地方 都会令到我们有一些很神怪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郭宝怡 熟知湾仔的历史和各种传说 他说之所以要开办这样一个文化由来项目 就是为了让游客在了解香港的传统景点之外 能够对日军曾给香港留下的伤痛记忆 有更深刻的认识 目光聚焦美国 波士顿爆炸案陪审团日前宣布 裁定嫌疑人焦哈尔犯有检方指控的全部30项罪名 这其中17项的量刑最高就是死刑 2013年的4月15号 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县附近发生了两起爆炸案 造成包括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三人遇难 另有200多人受伤 而制造这起惨案的就是当年19岁的焦哈尔和他的哥哥 后者在逃亡时被警方击毙 遇难的中国留学生名字叫做吕令子 来自中国沈阳 当时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统计学硕士研究生 案发当天 吕令子和同学一起去看马拉松比赛 结果遭遇了炸弹袭击 身体多处被打穿不幸去世 他的同学也身受重伤 吕令子的父亲说 每当我们说起这件事 就好像是一把匕首插在我们的心上 幸存者之一的波雷萨德 在听到陪审团审议意见之后 感慨地说 终于可以再放下一点惨痛的记忆了 也许这也是对遇难中国留学生的最大告慰 好 再来看英国 这是校服 很熟悉吧 那您知道吗 最近深圳的这套中学校服 被英国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了 原来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前不久举办了一场 深港双城双年展活动 并开设了一间单独的房间 收藏什么呢 代表深圳过去的物品 参展的展品都是从深圳居民那里征集过来的 这其中就有中学生的校服 镜矿上的英文是这么介绍深圳校服的 这是深圳中学生每天都要穿的标准制服 很实用 而且非常舒服 所以很多学生毕业之后还会继续穿 校服已经成为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连漫画里都会出现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统一校服的城市 世界各地的深圳留学生喜欢穿着校服聚会 这个深蓝色带着白边的校服 已经变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目光在聚焦美国 今日美国各大高校陆续放榜 一位52岁的华裔女士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还获得了8.8万美元 相当于52万元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 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来看 我说的就是她 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 名字叫做李和慧 出生在马萨诸塞州 最近她正在准备到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学习 而在此之前 她已经拥有了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 那年过半百的她 为什么要重返校园呢 我来给你讲讲她的故事 1995年 李和慧在哈佛大学硕士毕业之后 就在社区学习中心工作 20多年之后 随着三个孩子考上大学 李和慧打算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 于是她决定再次重返校园 谈到自己是如何在众多优秀的申请者当中脱颖而出的时候 李和慧是这样说的 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 以及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的经验 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对于毕业后的打算 李和慧说 她只是想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 同时呢 她也希望她的经历可以鼓励更多的华裔女性 目光再转向丹麦 今年是中丹两国建交65周年 今日中国秦始皇与兵马俑大展 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开幕 展出了120件文物真品 包括数尊武士永和 陶制战马和战车 时间跨度涵盖了春秋战国 秦朝还有汉代的多个朝代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亨利克亲王夫妇 专程从哥本哈根赶来参加了大展的开幕式 1979年 马格丽特二世的首次访发的时候 就曾经到西安参观过兵马俑 并在留言簿上写道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振奋人心的场面 好我们再来看葡萄牙 最近在葡萄牙经营中餐馆生意的张先生 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由于自己被当地执法部门误认为 涉嫌非法使用未成年儿童做工 他12岁的女儿被警方强行给带走了 目前竟然是下落不明 事情是这样的 事发当天张先生的女儿刚吃完晚饭 便主动将自己的碗筷放到了厨房 因为手上沾有菜油 就站在水池边上洗手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当地劳工局税务局等部门的检查人员 突然来检查 看到有一个孩子在厨房 手上还沾满了油渍 就以店主涉嫌使用童工为由 将这个孩子进行隔离询问 50分钟之后 张先生的女儿哭着走出了房间 并且不停地发抖 看到受惊吓的女儿张先生赶忙和餐馆的几个大厨 走过去 拍拍孩子的后背 脸颊 安慰他 不要再哭了 可是没想到 就是这样的几个动作 检查人员看到之后 还以为是家长在打孩子 在施暴 认定他有虐童行为 于是检查人员和警察一起 就把孩子给带走了 还让家人到警察局签字 但是当张先生一家赶到警察局的时候 孩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关于孩子的任何消息 家人非常着急 希望有热心的华人律师 能够帮助他们将孩子带回家 我们在这也是提醒 当地华人要注意这类事件 避免陷入纠纷 好 视线再找回中国 有位香港小伙 海外留学毕业之后 只身来到了内地创业 曾有过一个月零业级的窘境 但是现在一个月的营业额 已经能够破百万 他是谁呢 就是他 陈希文 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制衣社家 也也是一名老裁缝 附近开创了一个西服品牌 2013年 在英国留学八年之后 回港的陈希文决定要到中国内地去创业 因为他觉得现在内地人的消费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内地的市场非常庞大 经过半年的调研 他将深圳作为了创业的第一站 他先是租了一间店面 刚租下没几天 发现客流是越来越少 怎么回事呢 原来店铺外通道的另一个出口被商场给封死了 陈希文就找到了房东 商量能不能打通这个出口 但是房东推托说 地块是属于另外一个商家的 最终店面外的通道彻底变成了一个死胡同 虽然一开张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 但是陈希文并没有放弃 他仔细观察 筹准时机 利用深圳低廉的房租和人工费 加上自己的服装设计强项 专门制作中高档服装 出口海外 同时保留门店生意 给顾客量身定做 双管齐下 陈希文终于成功的翻身了 陈希文说 香港青年北上内地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但内地员工的社保底薪放假等政策和香港不太一样 因此他也提醒那些想来内地创业的年轻人 要注意学习和了解内地的法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聚焦日本 近期日元持续贬值 很多投资客都开始打算去日本购置房产 这表面上看 相对于中国一线城市 日本的房价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您知道吗 在日本购买不动产 要注意两多 没两多 一是税多 再一个是地震多 首先 在日本不仅购买房产的时候需要交税 在使用期间和出售转让的时候也需要缴纳各种税金 这跟国内买完就一劳永逸的这样一个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本对于当地人购买个人自住房产的贷款和减税等优惠政策 一般外国人是享受不到的 由华侨创办的中国通讯社社长江德春指出 日本的不动产的遗产税是高于欧洲国家 基本上到孙子班的时候房产也就没了 这就是私有制的日本 没有土地大亨和不动产大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日本有一种财产三代而节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地震高发的国家 房产会面临地震损毁的威胁 所以在日本购买房产一定得买全不动产保险 否则地震海啸等带来的损失就只有自己扛了 但即使是你买了地震保险 也有一个赔偿上限的问题 这些问题您都得考虑仔细了 因此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 想要到日本买房的朋友 投资需谨慎 税多地震多 好 再来看这里 今年的三月份以来 智利北部地区因遭受了强降雨而引发洪灾 造成多人死亡 其中包括四名华人 洪灾发生之后 当地的华侨华人自觉发起了一个为期五天的赈灾募捐活动 短短的五天 他们共筹集现金1774万笔锁相当于人民币270万元 他们还为灾区民众送去了大米牛奶尿布湿等物资 为当地人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光在聚焦博茨瓦那 来看一个短片 这是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片段 最近这部讲述中国都市青年爱情故事的电视剧在博茨瓦那上演了 深受当地关注的喜爱 其实呢这已经是博茨瓦那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第二部中国电视剧了 有观众表示呢 他们之所以喜欢中国的电视剧 除了艺文流畅配音细腻之外 还因为两国有着非常相似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如此看来 北京爱情故事要在博茨瓦那吸引一批新的粉丝了 我把视线再转向新西兰 今日一场名为聆听中国的大型音乐诗文晚会 在新西兰奥克兰上演 中国著名的文化名人于丹 女高音歌唱家张也等出席 中国艺术家们为现场观众带去了万事如意 刘洋和走进新时代等中国歌曲 整场晚会弥漫着浓浓的中华文化韵味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呢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来看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名字叫做胡新闻 三十多年前他放下了自己的生意 做了雅加达凤山庙的庙主 那么他又是如何成为庙主的呢 好 一起走进今天的华人故事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北部的班智兰区 有一座神秘的古庙 这里供奉着观音菩萨 八仙 观公等神明 从大清乾隆年间建成到现在 三百多年来一直香火不断 然而吸引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并非这座古庙 而是这座古庙的庙主 胡新闻 这个龙啊 这个公庙啊 你看到现在的看到的啊 大概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开始做就是1752年开始做 到1754再做好 这个看到的庙 没有算后面的 后面是刚刚做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 胡新闻做了三十多年 这座古庙的庙主 在他的掌管下 古庙不但从一层扩建为五层 每年还会组织一个几十万人参加的大型活动 元宵节神像游行 庙主胡新闻介绍说 他组织的神像游行 从中午一点持续到下午五点 队伍前后延年一公里 游行队伍里 除了表现华人的传统 还表现印尼一百多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这个是我们元宵节的活动 2002年这个开始元宵节这个活动 元宵节活动就是出游 有差不多一公里 一公里了 从开始出来 到后就是差不多有一公里长 这个是好像印尼人结婚的传统 文化的传统 但是这个是我们印尼华人 但是华人在印尼出生的传统是结婚的 胡新闻为何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能组织动辄几十万人参加的神像游行呢 在雅加达庙主一般是前任庙主 现任前的指定人选 胡新闻接手凤山庙的时候 前任庙主已经去世了 那么他是怎么成为庙主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82年 有一个住在凤山庙里的算命先生 找到胡新闻 希望他能出面来做庙主 当算命先生找到胡新闻时 他的小商品生意正是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 我说你开玩笑嘛 我才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那个时候 我说我还年轻 我说不可以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我说不行我不要 这个 他说没有问题你肯定会 他第一次来 我说不要我说不行 第二次我说你叫别人做 很多嘛在这个华人去 很多人嘛不是我单单一个人 他你可以找别人 我不要找我 我说后来第三次他再来找我 这次胡新闻没有直接拒绝 他告诉算命先生 自己去神灵面前求一贯 看看神灵要不要自己照顾 我说如果你们要叫我做 不是你们答应的 我要答应你要答应的 但是我要问这个神明 我用这个神靠 胡新闻所说的神教是一种古老的问补方式 如果挂像都是反面表示神灵不同意 两面都是正面表示祈求者不虔诚 要重新占卜 显示一正一反表示神灵同意是圣教 比如说神明我今天要问你 你要是要不要我照顾你 如果你说你要我照顾你 好像以前1982年你给我圣靠 如果你高兴给我一个圣靠 神明报复 在神明前占卜的挂像是一正一反 表示神灵同意让胡新闻做庙主 当时就是这样的 你看还是也是要我照顾 在众人面前 胡新闻无法推脱 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庙主这个职位 庙主的职责很简单 就是管理庙里的销火钱 可是胡新闻明白 这里面大有难道 胡新闻为什么对这座古庙如此了解呢 还要追溯到他小的时候 胡新闻祖籍广东梅州 是印尼出生的第三代华人 从小就经常来庙里祭拜和帮忙 除了因为信仰 也是因为家里贫困 如果有时间就来帮忙 苗主给我们水果 给我们有一个年高 因为老实讲 那个时候是我们买不起的 凤山庙融合了儒 道 佛与一体 从建成之后 一直是雅加达画人精神信仰的寄托 胡新闻明白 管理这座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庙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里面牵涉到的事情错综复杂 不能出一丁点差错 为了做好这个庙主 他把生意交给太太照顾 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凤山庙的管理上 但是他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事 这个庙要做生日 但是那个时候我开这个钱箱 一个月才拿到两万股 但是我们的费用 一个月那个八欧年的时候 有四个支援 还有买箱子什么了 换油了 放电了什么 大概是十万 我还要贴十七万五 我说没有问题 我贴 当时的凤山庙 存在着年久失修和管理混乱的问题 胡新闻接手后做了三件事 不再继续售买箱竹 把公庙的所有权 由私人制改为公会制 自己带头出钱 扩建凤山庙 这个庙我刚刚来的时候 就好像前面的 不到一千米 就大概五六百米了 五百到六百米平方了 我们就扣大 凤山庙建成之初 除了让华人们有精神的寄托 也兼具了旅馆的功能 低价租给贴苦的华人 胡新闻带头出钱 给大家买了新家 然后扩建凤山庙 你要做这个 你肯定最少最少也是一半 你要先做这个成本 如果人家做了 比如说我已经做了 做到一半 人家要再帮忙 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我付 可以 这样子 放这个玻璃 什么 要多少钱 这个是玻璃 我就 辛苦经营了三十多年 现在凤山庙已经成了 雅加达唐人街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 三十多年来 胡新闻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凤山庙 因此少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就是小孩子了 比如说我礼拜六了 礼拜六小孩子的时候 爸要去哪里 去哪里 我说我没有时间 我要去开会 我要去庙 我要去卖什么了 他有一天 哎呀爸爸每次礼拜天 休息礼拜六 休息不要带我们 我说改天了 我们你自己先走了 你跟妈妈去走了 我因为我爸爸没有时间 胡新闻的家就在雅加达唐人街 从凤山庙到家里 只需要布景五分钟 这个是我的家了 小小的家了 小木屋了 就是 不是大黄子了 小小的 胡新闻的家里 摆满了他收藏的几百个神像 每到一个新地方 他第一件事就是在当地寻找神像 因为习惯 我去那里也是要去找一个庙 就是信啊 我的信 没有一个神 好像我去那里也是有神 陪我走路 就是这样子 胡新闻的三个女儿都已经成家 两个女儿在澳大利亚生活 在胡新闻父母的老宅里 有供奉祖先的灵位 每年春节 整个家族都会过来祭拜和聚餐 胡新闻说身为华人 恪守中华传统是自己的本分 马上要过春节了 他和太太正忙着给老宅里挂上象征中华文化的大红灯笼 年年有意嘛 就是了 要肯定有挂这个灯笼 还是挂这个大的灯笼 小的灯笼 大小都有 是传统 中国传统 我们华人的传统 就是带过来的 就是这样子嘛 这个传统嘛 胡新闻说 现在孩子们都成家立业 自己有了更多的精力来照顾丰山庙 2008年他花费大量的精力 把凤山庙扩建为五层 五楼里面是专门放那个神像 人家不要用的神像 人家不要拜的神像 我们就是放在这里 在凤山庙的五楼 摆放着五百多个观音 如来佛 观公等神像 胡新闻介绍说 在以前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印尼华人 信仰 道教 佛教 和儒教 大家就把这些神像 放在家里祭拜 近年来 随着华人生存环境的变化 一些年轻华人 开始信仰基督教 或者别的宗教 就把神像送到凤山庙来 这个还有相片了 什么人家 我们也是不敢乱丢了 就是我们已经相信了 等一下一年一次 给他们干净 除一十五 放一点水果 胡新闻的学历 胡新闻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 他不会讲大道理 只是朴实的说 别人不来照顾 我来照顾 并且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印尼华人几百年来信仰的寄托 传承下去 由于年事已高 胡新闻这几年已经开始培养凤山庙的接班人了 他希望能早一天把手中的接力棒传递给年轻人 让中华文化在雅加达一直传承下去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